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养到24岁 儿子就这样走了 妈妈说要用命来换儿子的命 工人的舅舅也难忍悲痛 放声大哭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这名工人送医前正在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维修冷气的送风机 当时电流是110伏特 可能外面下雨 环境潮湿 加上工人手上有水 拿着螺丝起子成了导电工具 电流从他的右手食指进入 经过心脏后再从左胸臂出来 心脏无法承受瞬间变大的电流才会死亡 可惜倒下的当时没有人帮他做CPR 也丧失了他可能活命的机会 记者谢中益 张华报道